师兄砍球 荣枯事过都成梦 忧喜兴旺便是禅 球们好 我是阿育克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单式太极 这一期我们来聊聊陶式太极 作为同样左手持拍 球风稳健 擅长防守反击的陶天弦斗 实在是不能不令人联想到 其打法深受太极丹的影响 从实战运用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继临丹之后 能把太极打法发挥到极致的首图 今天选取的素材来自2015年印尼公开赛决赛 同样是对阵丹麦汉将约道士约根森 同样是打满三局力转取胜 好了回到比赛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球员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身高1米75 当时世界排名第九的陶天仙斗 场上身穿紫色球衣的就是身高1米85 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约道士约根森 开门见三 我们先从一个多拍回合来领略一下陶氏太极的风采 低局5比11 一开局陶天抢推过顶球 约反拍抛高摆脱 陶天下压连贯上网 约反抽对角 逃回挡中路 场上节奏稍微减慢 双方形成了一个中性球的相似 陶天依然是保持不起球 圆网转进网约道士推挑过底 陶轻掉重复落点 约道士继续起球 陶轻杀直线 约接杀回球偏慢 陶快速连贯上网 拿到高点假推增放 约第二次起球 陶加速突击中路 约回挡圆网 陶拼手赶 钓鱼球转进网 约继续起球 陶一杀一掉 通过重复落点突破了约道士的防守 这个回合很有代表性 陶田一直在主导接受 而约道士则紧紧跟随 陶田做得好的低点就是牢牢握住先手 在揭发球获得下压机会后 一直把约道士的击球点限制在相对低点 让约道士的回球只能往上走 无法反过来下压 这对拥有力量优势的约道士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次落点非常丰富 既有中路的连贯 又有左右的调动 还有重复落点的忽悠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线路陶田都有使用 第三就是节奏张弛有度出手轻重结合 就像最后两拍球同样是反拍落点 一拍重一拍轻 正好对应出落点的深和浅 成功的破坏了约道士的防守节奏 还没完借这个例子师兄这里延伸一下 再聊一聊同样是多拍相似 陶田的路子和林丹又有什么不同 表面来看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陶田的下压很多 而单神则比较喜欢反复的对拉底线球 这有什么含义呢 首先在空间上单神有一把战线拉长 利用场地上最长的距离去组织球入 这样来说能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判断 去回味去调整 第二个点就是这样的打法也加大了一个风险 就是把下压拳拱手相让 让对手能够先杀先掉 但这也是单神的利天所在 单神的接杀接吊绝不是简单的消极防守 而是手中带刺 让对手如梗在后 甚至能进一步形成反杀 第三点是比较容易忽视 也是师兄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表面上来看 接杀接吊球 看似手忙脚乱 但其实接杀接吊的跑动范围并不大 哪怕是飞升愉悦 看起来很全 但用尺子亮一亮还是约道士跑的多啊 单神的这种冒险防守 其结果就是最大化的发挥了自己 球路预判和守法的优势 减轻了自己脚下跑动能力的弱势 反观陶田没有这样打 而是用了下压控网这样用自己的跑动 去换取对方跑动的路子 这应该是基于两点 首先陶田对约道士的进攻有所忌惮 在防守的硬度和变化上不具备林丹的层次 所以务必首先通过下压来限制约道士的击球点 让约道士拉不了高点 组织不起有力的进攻 第二就是陶田有一个隐藏的意图 如果我们把陶田的杀球不完全理解成进攻拿分 而是看作一个交换条件的话 陶田用杀球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换取往前交锋的机会 逗往前与陶田有着其特殊的战术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厘清陶田和丹神在往前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开始讲往前之前 爱与克蔡师兄突然想起了一个中日民族心理上的有趣分歧 关于对忠孝仁义的理解 上个世纪40年代 一位美国老太写过一本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书 其中有一个观点令师兄印象深刻 日本人对综合孝是无限放大的 什么意思呢 日本人对天皇的综合孝可以无底线执行 既假设天皇做了不仁不义之事 依然会对天皇绝对的综合孝 而中国人则是有条件的综合孝 这个条件就是仁和义 如果忠孝的对象做了不仁不义之事 则会痛下决心大意灭清 这个民族心理上的小分歧 很像陶田和林丹对往前处理态度的差异 陶田非常迷恋斗往前小球 常给人一种不计后果孤注一字的感觉 其直接体现就是陶田在往前交手时斗来斗去 最终都会把往前球转化为近网球的比拼 这不好说是好是坏 但从逻辑上来看 回放近网球肯定比原网球速度慢 一方面戳出滚网球的概率变大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手抓回放的可能 对于单打球员而言 频繁的出近网球是很有风险的 很有点赌博的意味 赌自己的出球质量 博自己的临场手感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回合 第二局13比15 一开局陶田连续控制约的正手底线 约则试图通过下压上网连贯 效果不是很好 约刀师拉对角高球摆脱 换做陶田下压上网连贯 接下来双方互有拉开 相持中 陶抓住约刀师的一拍过渡球强放近网 约上大斜线挑球摆脱 由此陶田略战先手 连续把约刀师的回球限制在了低手 又形成了相互拉开 转折出现在陶田的第二次阶调转近网 突然回放出一记高抛球 节奏虽慢 但非常贴网 导致了约刀师回球出界 这个回合可以看出 在相持中陶田的两次近网回放 都给约刀师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那记妖娆的高放钓鱼 这在林丹的往前处理中并不常见 这倒令师兄想起了另一位往前高手 不晕的调调 往前球与陶田不再是简单的球路组织 而兼具进攻手段带有强烈的侵略性 力球尽量贴网至对手于死地 而单神虽然也能打出插网球 但故意去搏插网或者滚网对单神并不重要 就拿这个球而言重点不是球插网 而是单神节奏的切换 上一派快推 下一派就突然简利挡网 形成一个节奏的突变 给对手的判断和启动制造麻烦 只是顺便手感好插网而已 这个球即使不插网 也达到了其战术运用的目的 而陶田的球博的就是出球质量 插不插网很多时候本身就是胜负手的分别 所以说单神的往前质量也高 但没有那么高 往前只是其整体战术的一环 重在控制节奏 积累优势 打出变化 忽忧对手 单式太极往前的处理 首当其冲要的是一个辫子 而陶式太极往前首要的是一个准子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行兵之急至于无形 最成熟的套路就是没有套路 亦或是每一步都是套路 显然单式太极更能给人这种混沌之感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 蔡师兄选取的这场比赛 已经是陶田在竞赛之前的素材了 通过这三年的打磨 陶式太极叶越来越成熟 不再是单单的搏往前球 这种丧失整体战术平衡性的赌博式打法 陶田的盾越来越厚 剑越来越利 心越来越硬 太极不死 将服再见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向五位球迷送出VIP 感谢球友们积极转发 点赞分享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陶田到底像不像名单